世間委員怎麼觀察 您管 你看美國那麼民主的社會 你看美國這兩道黨 共和黨 民主黨 他們平常他們之間的競爭 那有時候甚至可以用鬥爭來講 那他們有時候輪流執政再朝再野 那不管民主黨 共和黨 他們兩邊 兩個黨 鬥得多厲害 爭得多激烈 但是提到他對付 應對 他們國家共同的敵人的時候 他們立刻團結一致 你看他們這一次 他們自從這十幾年來 發現中共意圖不軌 意圖這個聯合俄國北韓 這些邪惡走心國 來對抗我們自由世界的時候 意圖竊取美國這些高科技 商業機密的時候 那美國人家 他們不管再朝再野 不管民主黨 共和黨 他們就結合在一起 一致對外 一致抗中 你看對中國的政策的強硬 兩個黨一個比一個強硬 而且他們兩個黨 在同時對抗美國的敵人的時候 他們是團結一致的 絕對沒有第二個聲音 絕對沒有第二個聲音 所以這一件事情讓我們看到我們台灣 我們現在所身處的險境 比美國還要險惡喔 美國至少他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不論經濟 國防 各方面的實力 高科技 他們都是全世界第一 連他在第一名的世界領導級的國家 他對抗他的敵國的時候 都那麼小心翼翼那麼團結了 更何況我們台灣 我們跟中共只有一條台灣海峽之隔 這麼近的最短的距離二三十公里的時候 我們竟然可以這麼大剌剌的任由在野黨 任由他們只要他們一在野啊 他們就變成小媳婦一般 一定要找他的娘家就哭訴 就找中共 所以這個是過去國民黨 這幾十年來最讓人家瞧不起的地方 過去國民黨 從他們的創黨者 到他們永遠的總裁 蔣總裁的時候 甚至到最後一任的蔣總統的時候 至少他一生的執事 他就是反共 而且他們很堅決 他們甚至連過世了以後 他們都有交代他們家族就是說 他不會說那落地歸根 那他回中國去 他不 他們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的起碼的氣節 那你在野黨也要有在野黨的氣節 剛才我們節目一開始在說 侯孟凱 他講那些他要台積電說 事業升到地震以後 你的障礙程度有多大 你要多久能夠復原 他用這個 向政府要這些資料 這個 我簡單兩句話 這個台語講叫做 不要假扮啦 三百在假現費啦 你對這些高科技這些事業 你截然不懂 不懂 你完全沒辦法幫上任何的忙 而你要這些資料 要這些幹什麼呢 多久來復原生產線 對 這當然是一個中套的機密啊 而且我打個岔 我認為他幫別人要啦 對 不然他洪孟凱是懂得 經營管理晶圓廠是不是 受害到什麼程度 這怎麼可以讓你知道 然後多久復原呢 這可以看出台積電如何 有怎樣的備份 怎樣的人力 這當然 這當然是個機密 這不僅影響到股價 影響到商業價值 這還影響到他 整個台積電的機密啊 如果他是很快速的復原的話 那你就知道 他的備品多少 他的備件怎樣 他是從哪邊取的 所以這些資料 不干你侯孟凱的事 即便你是在經濟委員會的話 你也不該要 你該監督的 其他我們經濟的政策 政府如何推行的這一些 這種個別企業 尤其高科技 護國神山企業機密 這個不是任何立法委員 甚至部長 院長級 可以隨便去透露的 所以我認為 從這個就可以看出來 現在在野黨的心態 他根本 只要他一在野 他就不視為 他自己是我們台灣的一份子 我希望在野黨 那大家都可以多為輪流嘛 我們執政我們有時候在野 那大家學一學美國的精神 美國那才是徹底的自由民主的精神 就是說平常我們競爭 甚至偶爾鬥爭這個都OK喔 但是在面臨敵國威脅的時候 我們應該一致對外 那一致對外 你再朝再野都要付出代價 付出互相的吞倫 那就成如美國國會那句話 自由不是免費的 每個政黨你都要付出代價 這一些代價就是 第一點 叫你不懂得立委閉嘴 第二點 絕對不能隨著敵人的歡呼聲歌聲起舞 第三點 對於敵人他們的文攻武嚇 不能做任何注視的動作跟行為 那像這樣子 有那樣子新華社的記者 能夠進到台灣 那進到電視台 我都覺得那不只是電視台 他們的製作人老闆要負責 我認為 這是不是在政治上 有特定的政黨 用政治力量讓他們進來 否則這如何當初 如何透過國安的檢查 國外記者來到台灣 他們也是要透過一些基本的調查 這是不只台灣 這全世界各國都一樣 所以是不是有特定的政黨 已經在幫中共 在幫這些以假界駐台記者的名義 幫助他們來台灣 這些部分 我覺得這次國安會 應該要徹底調查清楚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